俄誤詐自己99次F-16手工俄境內 俄第六集團軍備位 普京仿潮前美韓高層緊急通話 三個已舉行多域軍演 真主黨最高領導人怕斬首逃入伊朗 美力左以真全面開戰 川普和拜登競逐美商界支持 川普承諾將企業降稅到20% 非國民眾反惡法 扶中領館抗議 非軍抗中 新武器曝光 西方主業國家的領導人 將於6月15日至16日在瑞士參加烏克蘭全球和平峰會 而中俄卻在暗中拆台和平峰會 今日6月14日 普京公布了他最後的和平建議 但遭到美國不約和烏克蘭的全面拒絕 與此同時 F-16首次攻入俄境內 俄羅斯第六集團軍司令部被摧毀 自由歐洲電台報導說 有媒體引述未具名的歐盟外交官的消息說 確定參加烏克蘭和平峰會的國家和組織 從93個降到78個 烏克蘭今年6月初曾表示 有107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確認參加峰會 瑞士後來報告說有90個 不過一位歐盟外交官表示 他的目標是有80個國家參加 不過也不排除一些國家可能在最後一刻決定參加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表示 普京希望破壞這次峰會 因為他沒有和平的意願 而澤連斯基6月初在新加坡參加 《香格里拉安全論壇》期間 曾開指責中共協助俄羅斯破壞這次瑞士峰會 勸說一些國家不要參加 但中共外交部否認指控 在G7峰會召開之際 美國對俄羅斯展開了異級制裁 金融科技全部通散 美國財政部直接禁止了莫斯科證券交易所 在外幣、貴金屬、股票、貨幣和期貨市場上 以美元或歐元進行交易 也就是說 俄國人將無法使用美元和歐元進行交易了 這意味著 俄國在一夜之間就回到了1990年代蘇聯末期 消息傳出後 俄羅斯的外匯和股票市場 馬上陷入了恐慌之中 聖皮德堡和莫斯科已出現民眾排隊 等待貨幣兌換的情況 《莫斯科時報》記者 走訪了莫斯科各地的15家俄羅斯聯邦儲備銀行分行 發現俄羅斯人正在盡可能快的拋售勞布 而專家認為制裁會增加俄羅斯發動戰爭的難度 會削弱俄羅斯經濟實力 而西方制裁俄羅斯的目的已在威脅中共 中共如果再幫助俄羅斯 快制裁不遠了 14日 俄羅斯國家道馬庫議長表示 普京提出的和平計劃 是我方提出的最後一個和平建議 下一個將是要求無條件投降 似乎暗示 如果西方不接受和平計劃 接下來普京繼續對基庫進行攻擊 但是普京的想法可以成功嗎? 俄羅斯目前在戰場截截失利 6月12日 俄軍在比爾格羅德地區誤投了炸彈 誤炸了自家人 而這樣的事已經不止一次 剛是在本月 已經有5枚俄軍的炸彈炸到自家的城市 在4月份更有高達93起誤炸事件 另一方面 烏克蘭在受到西方武器之後 反攻頻傳好消息 烏克蘭部隊在哈爾科夫邊境地區 不僅大規模使用無人機對俄羅斯的軍事設施進行打擊 還使用高精度航空炸彈針對俄羅斯佔領的大型和高層建築物進行精確攻擊 據英國天空新聞的報導 烏克蘭使用F-16戰機成功空襲了俄羅斯軍事基地 位置就是在俄羅斯境內的 特別以哥羅德州內熱哥爾中心大樓附近的第六集團軍指揮部 造成大樓部分跨塔 很多俄軍士兵被埋 專家分析說 烏克蘭可能首次使用了美國製造的F-16A戰機 這種先進的第四代戰機能夠在不進入俄羅斯領空的情況下 對目標進行高效打擊 而俄軍的S400防空系統和先進的蘇-35戰機 本來對這類空襲有所防範和反制 但是這次事件顯示 俄防空體系肯面對突如其內的攻擊時有明顯的漏洞 未能有後擊落侵入的戰機 另外俄羅斯境內羅斯托夫地區6月13日晚間 烏克蘭無人機群三次攻擊了莫羅·佐夫斯克軍用機場 襲擊後的衛星圖像顯示 有兩架飛機的機庫被擊中 附近的5架SO-34戰機離開空軍基地 普京即將在幾天內訪問朝鮮 美韓官員對朝鵝軍事關係再次敲響警鐘 6月14日 韓國和美國的高級官員就普京訪問朝鮮 舉行了緊急電話會議 為了應對普金會 美日韓打算首次舉行自由都人多域聯合軍演 據路透的報導 韓國外交部副部長金控軍 和美國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坎貝爾 在電話中表示 普京即將對朝鮮的訪問 可能會加深兩國之間的軍事合作 從而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缺業 肯貝爾對金控軍的擔憂表示認同 承諾將繼續合作 以應對普京這次訪問可能帶來的地區不穩定和挑戰 美國外交部發聲明說 在密切關注相關事態發展的同時 美韓雙方同意通過緊密合作 堅決應對朝鮮對韓國的挑釁 以及加劇該地區緊張局勢的行動 據韓聯社報導 外交界普遍認為普京這次訪問可能選擇在6月18日至19日 報導說 朝鮮可能借這次訪問用迂迴方式對中國施壓 要求進一步加強雙方合作 商業衛星圖像報導說 發現平洋機場的民航飛機已經被稱兇 另外還有跡象表明 朝鮮今天成港場可能正在位舉行閱兵進行準備 坎貝爾13日在華府智庫史丁生中心講話時說 俄羅斯為了要更多的彈藥作為交換 俄羅斯一定會為朝鮮提供什麼 或者是硬通貨 或者是能源 或者幫發展核武器 或導彈 而韓國國防部表示 朝鮮向俄羅斯運送了1萬個貨櫃 可容納約500萬枚炮彈 為了應對普京會 美日韓三國計劃 將在月底進行代號自由都人的首次多域聯合軍演 韓美日正報告 由美國海軍航艦羅斯福號參與的聯演 甚至演習時間參與戰力等細節還在討論 據說 美日韓正討論羅斯福號抵達虎山港後 在朝鮮半島周遭公海海域開展聯演的方案 一直以來 美日韓僅僅是在海上或空中等 單一作戰領域進行過聯合軍演 這種在多領域聯演還是第一次 自由都人軍演 將含蓋海上、水下、空中、網域等多個作戰面向 目的在美日韓同盟的基礎上提升三方的軍事合作 在哈馬斯拒絕了美國主導的新的停火協議之後 哈馬斯發言人哈姆丹在接受CNN採訪時 不僅要求以色列接受永久停火 並完全從加沙撤軍 並表示後悔針對以色列的襲擊行動 還對於人質問題一問三不知 這樣令美國非常怒火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喊哈馬斯 討價還價必須停止 與此同時 以色列與真主黨的戰爭正在擴大 真主黨的最高領導怕被斬首 已經逃到伊朗 據雅虎的報導 哈姆丹表示 不知道有多少人還活著 現在外界擔心的就是 人質死亡的人數實際上比公開的知道的還要多 因為早前哈馬斯曾表示 無法滿足以色列所提出的交換人質要求 而以色列也表態會繼續深入拉法 並表示考慮退出聯合國 另外 11日以軍對真主黨發布空襲 定點清除了真主黨高級指揮官阿卜杜拉 真主黨作為報復 在13日對以色列境內九個軍事據點 發射了火箭彈和無人機 而這也是真主黨自加沙戰爭爆發以來 發動的最大規模攻勢 據埃及媒體的報導 13日晚上 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尖塔鎮的一棟兩層建築物 進行襲擊 真主黨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勝戰組織的 4名成員被定點清除 據說其中有真主黨執行委員會主席 哈希姆薩菲‧艾爾丁 而他是真主黨最高領導人納斯露拉之外的 最高級官員 而真主黨最高領袖納斯露拉 已經意識到自己可能會面臨被以色列國防軍隨時斬首 所以出於安全考慮 他現在正前往伊朗境內的一個安全地點 他取消了計劃中的會議 將通過德克蘭的電視廣播發表講說 伊朗警告以色列 如果入侵黎巴嫩 以色列將無路可退 另據美國說 超過10萬名士兵 已經準備好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爆發戰爭時 進入到黎巴嫩 自加沙戰爭爆發以來 伊朗支持的真主黨和以色列幾乎天天交火 但因為近兩天 因以色列追殺了真主黨指揮官 導致局勢急懼聲音 G7領袖峰會 本州在共同聲明草案中強調 對以色列和黎巴嫩邊境的衝突感到憂心 據Accels的報導說 拜登的特使 阿摩斯·弗希斯·泰印將在下星期一抵達以色列 以防止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最近的衝突升級 演變為全面戰爭 川普6月13日在華府舉行的商業員台會議上 向大約8名商業領袖承諾 他將進一步減稅至20% 同時減少商業監管並提高關稅 還將不對小費收聯邦稅 多家媒體援引匿名與會者的華報道說 川普報告與會者 20%是個不錯的整數 他誓言將共和黨2017年的全面稅法永久化 並敦促延長該法案的關鍵部分 包括明年到期的個人和小企業減稅政策 川普政府在2017年將企業稅率從35%下調至21% 因對盈利良好的美國公司來說 即使很少降幅也意味著每年數十億美元的減稅 川普說他將削減法規 並批評能源和環保等項目的許可程序 是另一種形式的監管或徵稅 他還主張對小費收入免徵聯邦稅 最近幾個星期 川普贏得了越來越多華爾街老闆的支持 包括比爾·亞曼克在內的對沖基金巨頭都表示 他們很可能在今年的總統大選中支持川普 5月 黑石集團的首席執行官 兼聯合創始人蘇世民透露 他將在2024年支持川普 而川普已經表示 如果再重返白宮 將考慮任命馬斯克擔任政策顧問 而拜登由於去參加G7峰會 所以白宮幕僚長傑夫·齊恩慈 向出席商業園台會議的高管們發表了講話 齊恩慈表示 拜登致力於同私營部門合作發展經濟 並詳細介紹了拜登當選後通過的立法 將在未來幾年推進補貼和基礎設施項目 還說總統並不尋求貿易戰 但會與盟友一起採取有針對性的行動 來保護美國工業 每次美國大選前 商業園台會議都會邀請兩位總統候選人 向200名首席執行官成員發表講話 而這次活動約有100名企業領袖出席 其中包括花旗集團的弗雷澤 蘋果的富克 摩根蒂通的大蒙等人 中共海警執法新規將在6月15日開始生效 菲律賓民眾對此極為憤怒 到中領館前抗議示威 而反對中共在南海的挑釁 菲律賓的新型競爭武器也曝光出來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 中共的海警身窺稱 中共海警船可以對那些 他們自稱擅自進入中國所認定的 中國海域的外國船隻開火 並可扣押外國人多達60人 對此菲律賓民眾非常憤怒 菲律賓在野黨和漁民團體 14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中共大使館外舉行抗議示威 他們毀掉了貼有中共黨魁習近平畫像的紙板 菲律賓在野黨秘書長蒙柏拉蒂樂表示 漁民們和菲律賓人將蔑視這條命令 而且中共才應當承擔擅自闖入的責任 中共不斷南海挑釁 除了明天實施海警3號令 中共的三艘055萬噸大型驅逐艦 也將開向南海進行實戰化演習 報導說有73%的菲律賓民眾 支持菲律賓反制中共的侵略行為 或者以外交等方式進行回應 民眾更支持提升國家軍力 包括建造新型快艇以增強防衛力量 也希望增加巡邏次數並派遣更多軍隊前往 報導說菲律賓正在開發新型艦艇 這是具一定的防衛性和隱身外形設計的快速攻擊艇 和高速戰術艇 菲律賓計劃建造42艘快速攻擊艇 和16艘高速戰術艇 以加強在南海地區的防衛能力 而這些新型艇將成為中共在南海的競爭對手 尤其在一些水淺、大中型艇艇難以進入的島礁周圍水域 菲律賓新型快艇特別適合於小範圍、高強度的海上操作 這次新聞播報完畢 多謝收聽